如何选择羽毛球最佳击球点?这样练习,让你击球速度更快更准确。 羽毛球在灰拍击打球的过程中,在最佳的击球点击打羽毛球,无论是从准确度还是速度,质量都非常高。 杀球选择最高击球点是最佳,杀出的球强而有力。 高远球也是选择高点为最佳击球点,球的高度稍微低于杀球的高度,以最舒适发力最舒服的点为最佳。 平抽球的的击球点高于球网,在胸部的位置是最好发力的击球点。 这是后场和中场的球路击球点,至于往前的击球点选择,如勾球、铺球、搓球、掉球、挑球,基本都是以最高点为最佳击球点。击球点越高,越容易得分,越不容易失误。 这也是在往前速度必须快的原因,主要是为了抢占最高击球点。 那么只找不到最佳击球点怎么办啊。 这是很多球友迷茫的地方,因为每个人的身高和手臂长短不一样,具体的最佳击球点,需要自己去掌握和体会。 那么分享一下寻找最佳击球点的方法,希望每个人通过文章的练习方法,都能找到自己的最佳击球点。 寻找最佳击球点可从定点动作练起,找最佳击球点的过程,其实就是寻找球感的过程。 球感每个人都不一样,所以击球点也没有固定的高度,但是,击球点对于球的质量很重要。 主要分三个步骤。 第一,可以先从定点动作练起,首先,练习者站在原地不动,或者小范围移动,然后陪练者固定把他一点或者用多球集中练习某个动作。 第二,练习者在这种相对静止的状态下重复击球,慢慢找到最佳击球点和形成肌肉记忆。 第三,熟练之后加上脚步移动的练习,慢慢地让脚步和你之前形成的最佳击球点的肌肉记忆相结合,这样就可以做到在打球过程中一直找到最佳击球点。 想要手上有球感,找出自己的最佳击球点,然后慢慢形成肌肉记忆,没有几个月时间练不成。 希望广大的球友可以通过这个办法,找到自己的最佳击球点,让你的球技更上一层楼。 因练习时间长,建议收藏,因为这个机球点真的很重要,有什么不懂的技巧,可以留言。